2010亚洲小姐竞选 港澳赛区的六强嘉莉昨日公布 李叶珊 罗丽萨 李启明 罗琳及李红艳等担任评费 一众嘉莉穿上自选泳衣出席记者会 三位平章上线啊当然 现在你可以将她的小词 让她学好她的动画 其实就是我们的2010年下 都是迎选了多伦多赛区的冠军 松一口气啊 知道呢就是自己可以进入这套系统冲赛了 入围的六名嘉莉包括 四号奇艺 五号万嘉莉 六号李盈莹 九号李明月 十号河亚及十二号米兰 参赛以来新闻多多的廖志宁未能入围 对此评审罗琳表示 嘉莉需要美貌与智慧并重 修养及谈吐也很重要 并直言 廖志宁需要在谈吐方面加强训练 那我对于一位嘉莉的美貌 智慧 我都会很并重的 不是单单要美丽 还有她的身材也好 还有她的修养 学历我都会看的 比如说因为我们做评判呢 都会跟她有一段时间就是说 问她问题啊 她要回答我 如果她就是说 她回答的问题答不到我的理想的话呢 就算她有多美的话呢 我觉得我也不会选她 廖志宁昨日又被杂志拍到露点照 她自称不知道有这篇报道 并表示如果照片不好看 请大家多多包涵 如果好看 则希望大家拿给她看 并且保留 并以未来偶像自称 基本上我今天一大早就回到公司去 就梳妆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有别的报道 不过如果是不好的 希望大家都多多包容 若是好的或是照片比较漂亮的 那请你们就保留一下 然后当然拿给我看 这个录像 可能上来我会变成你幸福的偶像 谢谢 有记者将杂志拿给廖志宁看时 他果然看得十分开心 笑容满面 但随后接受访问时 有突然情绪大转变 两秒间内流出眼泪 情绪变化之快令人扎舌